这些船也有分很多种,有一些是商船,莫船,有的是载人的,然后还有一些小艇,度合的, 还有一种是娱乐用的,一种像钢钢船一样的船,就是会有骨骑跳舞啊,骨客人拍手骨掌,然后右边还有文人、默客和朋友喝酒聊天。 大家有我看到有感兴趣的地方,还可以再来问一下宝宝。 其实他们北上人的生活是真的主要风景江逸,静下心来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看看里面的人都可以做事情。 有一種投入到裡面的感覺 對,在我們古代,馬是比鯉子、螺子貴的一種交通工具 一般的廠常看到就是普通平民百姓騎鯉子 或者用鯉子去運作 一般騎馬的,大家可以看到他穿的衣服比較紅 長袍,戴著帽子 對,更多的是普通的市民啊,鯉子 但是偶爾也可以看到騎馬的 對,對,對 那麼一般呢,平民百姓哈,他一般更多的是要嘛 就光個頭髮,要嘛就是用布,把他的頭髮包起來 然後穿的是普通的補衫 如果你一般看到一個人戴著一個東風風或者斗鯉 然後穿著長頭,應該是打到個人了 然後在你們白天的變金城,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小巷 有一個人戴著四頭,再穿一個車子裡的東西對不對 在那裡,就像現在的,在修車店 在修車店 好,在前面還有個人在捕著他的工具 就是前面擺了很多的木材 推測,可以先穿鮮的一種色,或者是吊車在上面 對,在這裡,在一種色的角色 來,有一個褲子破壘的東西 在那裡,然後在那裡 我,玩下去 在一隻往前走 它在這,一個木材的一個小餐面前 對不對 它是一個順餅 順餅 順餅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古代的人就是很相信 阿弥陀佛这座学 然后当时送一送代的古代的顺平先生很厉害 他不仅会占卜 三面像 顺次 联盟 他顺次还会我们现在的十二星座 在古代就像王道十二宫 跟我们现在十二星座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的代人进去可以选择松一下 好 当时送到了苏东坤先生 也是一个有名的星座大师 好 在我们上名滩左边 大家看到一个小院 那么呢 他也有很多说法 一种说他是一个驿站 那还有人说呢 他是一个小的官府的衙门 好 刚刚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比较阳闪的官边 那么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车 是一个人的 单门的车 就是汉车啊 一种风险下来的感觉 然后如果他越后呢 就是一头驴子在前面骑 然后前后两个人去控制他 然后把握他的平衡 因为他是单门的嘛 他的作用一般就是也是送开底 就比如说城内啊 城郊一般 比如说你在布皮店 点了辆屁股啊 点了些东西 要送货 你们就用这个车给你送过去 然后如果送更远的地方呢 就会直接用那种 把两头驴子拉着的那种车 不会用单轮的这个汉车 麦 等 好吧 这儿也有一个 买yn테楷 酒鞋 当时政府规定 没有卖酒 的地方 就可以去换住 这个白金鞋 像我们西迷上口图 有比较多的这个 漆子 一旦看到这个 这个漆子 都已经知道 他是卖酒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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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